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四川的行程 说国家临草局已经简定一对5至8岁的大红猫来说 正在都江演基地适应准备 力增在10月1日到港 我们早前向国家临草局提出 希望新一对送证给香港的大红猫 能够在香港担下下一代的红猫 开枝散业带给香港更多温馨和喜悦 希望来香港的大红猫 是属于青春的成年 身体征壮的大红猫 我很感谢林草局 考虑了我们的希望和想法 红性的大红猫 体重大约是120多公斤 动作敏捷 被评为聪明浩动 痴性的大红猫 体重约是100公斤 温柔可爱 被评为性情温顺 这一对大红猫 现在已经在都江演基地 作适应准备 会在稍后隔离30天 他们来到香港之后 需要在香港再进行30天的本地检疫隔离 之后需要给他们时间适应新的环境